科学前沿关天下赌生命力动环宇,火星并非一直像今天是一片红色的荒漠。 40亿年前,火星上也有真真流水和波光淋淋的湖泊,甚至可能存在着生命。 近日,来自英国爱定堡大学研究人员向世界宣布,其团队已经发现了有关火星生命痕迹的新证据。 这项研究,被发表在期刊Journal of Geophysical Racer,CH Planet上,科学家指出,原故火星上位于湖泰地区的铺铁成绩盐,可能是寻找火星生命的最佳选择。 即使那些红色星球上的生命形式极其简单,极化石遗憾,仍能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湖底的成绩盐具备许多生命存在的有益因素。 科学家表示,按照地球人的思维,我们知道生命需要水,所以如果火星上曾经有生命,就很可能出现在湖泊附近。 在这种环境下,湖泊周围的泥土,河风含铁,荷尔氧化硅的泥土,有助于微生物化石化。 当火星气候发生巨变,苦水干涸导致沉积物慢慢变成岩石时,这些古代生物就会以独特的形式保存在沉积引内部。 这项研究将为未来的火星探测任务的目标起到重要作用,例如Nazel D-Math 2020和来自欧空局的Exonus二油车,都将在火星表面软着陆,已收集足够的火星岩石样本,最终送回地球加以分析。 迄今没绝,科学家在火星表面发现了许多可能存在生命的沉积岩石域,但由于无法启动足够数量的火星探测车,取回每一处的岩石样本,所以只能试图根据信用信息来优先找出一个最有可能可能出现火星生命的地区。 但这并不容易,国际研究小组需要通过模拟火星环境来确定哪种类型的土壤,最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生物。 话时很近,研究发现,富含铁的沉积岩区域似乎是最佳地点,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分析有关火星的各种数据,来研究过去这颗红色星球的情况。 话,现在,我们只是等待探测器,深空那一天的到来,最终告诉我们火星是否真的存在过生命,文章张行语,参考文献。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